需要做的是要自己撰寫程式 所以就不能用錄製的 要自己寫 要自己怎麼寫 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如果你要撰寫程式的話 一定要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程式就在這邊寫 這個就Visual Basic 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沒有關係 習慣上是什麼呢 一邊看你要做什麼 然後去撰寫下一個步驟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寫的是什麼呢 插入一個程序 所以第一步一定是插入程序 名稱叫做 我好像叫門號吧 我就取個名稱叫門號 這個名稱的話呢 你也可以 自己稍微改一下 接下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輸出資料到這個儲存格 假設我們輸出第一個 儲存格的 物件名稱叫Sales Sales哪個儲存格呢 我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它會關於問你說第幾列 第四列 哪一欄呢 逗點的話 你告訴你 1欄 14就是14儲存格 等於什麼呢 等於 09 然後 串接 AND 特別重要這個AND 前後要空白 我記得好像他如果 你這邊沒有空白 他好像會自動幫你空白 09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幫我放過來 在VBA裡面就是用Sales來代替這個儲存格 所以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 你大概寫這樣子 先執行 怎麼執行呢 這邊有個執行 他就有911 為什麼911 因為裡面沒有沒有其他的 數字 只有數字的話 他就會把0去掉 所以你可以AND一個什麼 AND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輸出一下 他就是0911一個減的符號 他再把這個 串在後面 所以 在AND什麼呢 AND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所以是把這個拖拉過來 按Ctrl鍵就複製 複製貼上 把它改成屈藍 但是因為我要格式化 成 像Tesl 有沒有 000 但是呢 Tesl是在VBA裡面的函數 不是 是Excel裡面的函數 那VBA的函數他叫Format 所以你直接把這邊改成Format 錢瓜壺 然後移到後面之後的話 豆點 0 0 0 所以其實 使用的方式跟 那個 這個Excel差不多 然後呢 差別只是說 把那個名稱改成Format 執行一下 取下來 有沒有要放這邊 執行 084 所以後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再串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 有沒有 減號 所以這個 複製到這邊 這邊把它改成H 那你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執行 有沒有 007 但是目前呢 你只有做一個出來 你想說 老師那後面還有很多 到103 所以後面你可能需要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 FOR回圈 最常用到 FOR I 就是列 的變數 I 是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4 到 103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你把剛剛這一行 搬到中間 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 4列 改成什麼了 改成10 這個4有沒有 改成什麼了 對 他就是 FOR意思 就是回圈 重複 4到103幫我反覆的 重複執行 到103就停下來了 NAS就下一個 所以他4 5 6 一直到103 所以我把這邊改成I 然後一樣嘛 這邊後面有 總共會有四個 地方 把它改成I 程式 就寫完了 OK 裡面當然我們在 講義裡面都有啦 只是說 應該沒什麼太多細節 就是不要打錯就對了 執行一下看看 有沒有 如果要清除的話 直接把這一段 程式 複製下 Ctrl 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的話 其實跟上面不一樣 就是 把裡面 這個儲存格裡面東西 後面東西把它改成 雙引號兩個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丟這個空的給他 清除 有沒有 門號 清除 如果你要變成按鈕的話 做法跟剛剛 這個聚集一模一樣 把它這個 插入一個按鈕 有沒有 然後拖拉 門號 複製 貼上去 這邊 它就會有門號了 按下它 就WALK了 清除做法一樣 OK 所以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後面 做得比較快 細節部分的話 我建議 這陣子 要動手做一下 OK 拿著